0403地震落實 讓花蓮 木花溪跟萬里溪的上游 出現了兩座艷色湖 眼看即將進入訊息 下游部落很擔心 萬一潰堤後果不堪設想 而林保署則是強調 部落河床較高 居民不用擔心 但是在下游行水區內的活動人員 則有安全疑慮 得要保持警惕 直升機飛到花蓮萬榮鄉萬里溪上空 離403地震後 上游有一座長條型艷色湖 修林鄉木瓜溪上游23公里處 同樣發現碧藍色艷色湖 已經一個多月水量累積越來越多 讓下游居民憂心不已 會不會擔心 會啊會啊 淹沒啊 淹沒啊 這個安全上的問題 眼看準備進入訊息 下游的居民們擔憂 萬一潰堤部落恐怕會被大水波及 但林保署分析 這兩處河道面積寬 兩座淹色湖一次性潰堤 大概會讓水位抬升50到150公分 對下游部落影響不大 那因為當地的部落河床高層 大概有6米到20米的一個高差 所以縱使一次性的潰壩 這些水位對於部落的安全 應該不至於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在下游行水區的活動人員 仍需要保持警惕 林保署目前24小時監控上游雨室 只要累積雨量超過200毫米 就會通知地方政府因應 雖然燕色湖目前沒有立即的危險性 但各界繃緊神經警戒不敢大意 記者陳敬業歡迎報導